焦糖布丁 在很多的酒店或者甜品店都是有售卖的 它是一款比较经典的一款法式甜品 它的制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做出来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首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的焦糖液的熬制 然后是我们布丁液的一个制作 最后就是我们烤制和脱模的一个过程 我们最先开始是熬制我们的焦糖 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熬制焦糖的所需要的人材料 最主要就是一个白砂糖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超市里面 尽量好一点的白砂糖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清水 首先我们需要烧制一点的一个开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客件上 焦糖液的部分的话是有两个水的 一个是清水 那个就是一个冷水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开水 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先准备这个开水 好我们水开了之后呢我们关火 把这个水要撑出来 应该很少了 撑出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的开水就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剩下的开水呢 我们把它倒到一个深一点的一个盆子里面 然后把我们这个盆子里面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深一点的一个盆子里面 然后把我们这个盆子里面 是必须要冲入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开水的 它现在就可以熬制我们的一个焦糖了 这个大家先放到一边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白砂糖倒进去 然后清水沾进去 现在开始熬制我们的一个焦糖 那我们在熬制焦糖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是不可以用东西去搅拌我们的这个糖水的 因为一旦搅拌的话它肯定会翻炸 我们轻轻地这样晃动我们的奶锅就可以了 然后火的话不用太大就小火就可以了 建议大家呢是在一个那种燃气罩上去熬制我们的焦糖 比如说在电磁炉啊或者说电磁炉的话 也可以熬但是可能说没那么好用 在熬制焦糖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把这个糖水给它撒出来 垫到手上的话 因为那样的话是很烫的这个糖水 这样水上烫的话肯定会被烫伤 随着加热的持续呢 它里面的一个水分的话就会慢慢的挥发掉 然后剩下的糖分呢就会开始焦化 它的颜色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变成浅黄色 然后再到金黄色 最后再到一个棕色了 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变色了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熬 还有1的唇 我们先切铁锁锁炁 冰箱 这时候要马上的进入我们的开水 把火关掉 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 耐高温的一个布丁模具 我们要把我们熬好的一个焦糖液 然后趁热的时候倒入它这个模具里面 稍微搅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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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可以 好 到了底部 到了底部 好 放屏就可以了 不用刻意去称每一个模具里面 我们要倒多少的一个交通页 不用刻意去称 基本上这一点量的话是刚好五个的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模具放到冰箱去冷冻10分钟 那么我们焦糖熬制好的后 它的一个锅的话呢 可以看到是占有很多的一个糖在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倒入一定的水 然后放到那个火上去继续的加热 然后煮一下这个锅呢 它就很好的一个清洗了 好了那个焦糖熬制好 现在呢我们开始制作我们的一个布丁叶 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布丁叶的原材料 有蛋黄鸡蛋黄 然后我们的一个雀巢的一个淡奶油 还有纯牛奶 然后还有白砂糖 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纯牛奶 然后倒到一个盆子里面去 还有白砂糖 我们要稍微的给牛奶加一下热 不需要加热到温度很高 我们加热到速度左右就可以了 让我们的那个白砂糖融化就可以了 好可以了 好可以了 关火 然后呢把我们的那个雀巢蛋黄油倒进去 我们这里用的是雀巢的那个蛋黄油啊 如果说你们用的是那种打发的那种淡奶油 平时放在冰箱里冷藏的话 那么你要给它先加一个热 让它升温到一个常温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加入这个牛奶里面去 搅拌 最后呢加入我们的一个鸡蛋黄 然后继续搅拌 然后继续搅拌 然后给它过滤一下 好了我们的布丁液呢就制作好了 布丁液呢冷冻10分钟之后 大家可以看啊 它完全的是已经凝固了 已经凝固了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倒入我们的布丁液了 然后开始烘烤了 就一定要等它这个焦汤叶 必须要凝固之后 我们才能倒入我们的布丁液 如果说焦汤叶它没有凝固的话 你倒进去的话 肯定是会混到一起的 现在呢倒我们的布丁液 我们把布丁液装到一个晾杯里 这样好凑多一点 通常我们倒到模具的8分满就可以了 8分满 document放下是冰able 糊液装处近的 一地 然后 barley 这个 可以 1、2、3、4、4、5、6、6、6、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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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9、9、30、3、9、9、10、30、キー、10、800、3、23、10、100、2、1320、 然后呢,我们要用我们的一个稀薄体,然后把这个盖子给它给封住,拿出来稍微,完全给它封住,给它盖子包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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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给这个托盘底下呢,我们要加水隔水烤 İntable 这个破冶发 gel 然后我们给这个托盘底下呢,我们要加水隔水烤这个布 idol呢要隔水烤的 水的话就常温的一个冷水都可以啊 不需要去准备那种太烫的一个热水 我们要适当的稍微多加一点点水 因为我们烤的一个时间呢它比较的长 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烤箱去烤 好了我们的布丁呢现在就已经烤好了 我们用的是面火170比火160的一个温度 我们烤了70分钟 由于每个人家里面的烤箱呢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说在时间上呢肯定会有一个差异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布丁是否已经烤好了呢 我们在烤了6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烤箱 然后把这个取一个布丁 然后把它的盖子掀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它里面的一个状态 这个布丁的一个状态是否是完全的凝固了 如果说完全的凝固了 那就说明它已经是烤好了 如果说没有凝固呢 我们可以接着再盖和盖的 然后再继续再烤个10分钟到15分钟 直到给它完全的烤凝固 那么我们在烤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要确保我们的水呀 不要烤干了 如果说干了的话 你水价少了 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后面再加一点点的水进去 现在我们把它给洗出来 放到一个托盘里面 让它自然的一个冷却 这个吸锅酒我们可以暂时给它掀开 但是不要丢 我们等一下就是说还要给它盖回去 就这样我们让它自然的一个冷却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状态 它是完全中间的 它是完全已经凝固了的 已经凝固了的 等它完全冷透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盖上这个锡箔纸 然后就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了 那么我们这款胶上布丁正常状态下呢 是可以冷藏保存3天到5天的 那么我们完全冷透之后呢 就可以给它脱模了 好了我们现在演示一下它怎么去脱模 我们将这个布丁呢 然后给它直接这样扣到这个盘子上面去 然后呢我们轻轻的去捏这个模具 然后边捏的时候呢 我们这样边旋转 让这个空气进入到这个模具里面去 然后这个布丁呢 它就很自然的就脱下来了 我们这个模具呢 大家可以用一个温热水 然后倒到这个模具里面 让它浸泡个两三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这个模具就很好的清洗了 但清洗这个模具的时候呢 是一定不能使用钢丝球的 一定不要用钢丝球 我们用毛巾轻轻的给它擦开镜 然后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比如说 我们的布丁在冷藏之后 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脱模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冷藏如果低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好脱模的一个情况 那么不好脱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碗 这样一个小碗 然后你能装一点热水 然后将我们的布丁呢 这样放到这个碗里面去 稍微的给它隔水 再加一下热 再加热之后呢 我们就很好的一个脱模了